为了让更多人记得剪纸这项传统艺术 在中国新疆这位非物质文化遗产 剪纸记忆的传承人王格正 从2009年起在新疆上百所学校和社区 教市民和小朋友们剪窗花剪福字 向市民传授剪纸记忆 28 把面发 29 真馒头 30 晚上熬一宿 初一 初二 满街走 一首童谣将春节前的节日气氛推向高潮 1月14日在新疆国际大巴扎 非移过大年剪纸净万家活动上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记忆的传承人王格 正在教市民和小朋友剪窗花剪福字 向市民传授剪纸记忆 活动现场不时的有市民加入学习剪纸 新疆乌鲁木齐市学生谢兆瑞坐在桌前 正在王格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剪纸 谢兆瑞告诉记者 今天是第一次接触剪纸 选择了剪一只老鼠 因为是鼠年 看起来剪纸很简单 但是自己操作起来还是有点难 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剪了老鼠 也剪了福字春子 这活动让我感觉到这个年味更加浓了 让这种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代一代去延续下去 去传承下去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剪纸这项传统艺术 活动现场 王格向前来参加活动的市民送福字 并且展示了历时一年创作的最新剪纸作品 传统中国年系列剪纸 作品从腊八节到春节再到重阳节 将中华民族的十个传统节日 用剪纸的艺术形式呈现 市民感叹细微之处见真章 腊八节的五股杂粮 人物肖像的鱼绿青丝都清晰可见 我们这个年的这个剪纸呢 它是要有创建 就创建的剪纸呢 它必须先要用笔把它先画出来 就是把你的想法 你的这个每一个节的想法 要用笔把它画出来 画完了以后呢 再去剪 再去构图 所以这个呢 就比一般的剪纸呢 稍微难度要大一点 所以我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才把它创作出来 一张红纸对角折叠 一把剪刀轻盈裁剪 片刻功夫 一个立体的春字 便出现在王格的手中 王格表示 很高兴用剪纸的方式 和大家一起迎新春 也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剪纸 将传统记忆代代传承下去 现在的孩子都是 比较注重什么圣诞节呀 情人节呀 就是西方的这些节日 但是我觉得 咱们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文化 我觉得应该传承下去 这个剪纸 我们老一辈 像我的父亲也是特别喜欢 这个剪纸这一块 孩子也非常喜欢 刚好现在过年 我觉得家家户户 就是贴这个剪纸 穿花这一块 我觉得更有年味 为了让更多的人 记得剪纸这项传统艺术 从2009年起 王格在新疆上百所学校 社区 讲课上千场 上万人次听课 拜访您听说 完蛋了